有一句情话是这样说的 我要陪着你直到新闻联播大结局 谁都知道新闻联播不可能大结局 这也就意味着永久的陪伴确实蛮浪漫的 可是关于新闻联播还有好多观众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说为什么每次播到最后主持人都要收拾稿子呢 原来是因为CCTV1节目安排的时间都是非常精确的 比如新闻联播一定是七点到七点半 一共是半个小时 播音员根据内容差不多控制到接近三十分钟播完 但是再厉害的播音员们对时间的掌控也没法兼缺到秒数级别 多一句少一句很可能就造成播报时长的变化 所以差个几秒十几秒都很正常 而余下的时间就用整理稿子不齐 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电视新闻的播出窗口是一个固定时长 但是新闻节目播报多一句少一句会影响节目的实际时长 为了保证节目在准确的时间点结束 往往会采用拉滚字幕或其他的方式调节时长 业内称为松紧带 主持人收拾稿子屏幕效果比较好 不然刚作者看上去很僵硬 直接走了也有点莫名其妙